第二十二章 江涛接到这封信 合紧嘴不说什么 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忽闪着长长的睫毛 捉摸着事情的根源和发展 1927年秋天 中国共产党保署特微的负责同志 到第二师范来 在党 团组之中正式宣布 北伐军打到南京的时候 反革命为了独吞胜利果实 暴露了本来面目 叛变了革命 反回头来屠杀共产党 镇压了工农大众 从今以后 国共合作不能继续了 但是 我们并不悲观 中国革命的前途 是广阔的 是远大的 同志们 我们要擦干了眼泪 拿起刺刀 开始战斗了 从此以后 革命的高潮低落下来 北方沉入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里 江涛到教务处请了假 走到颜知孝家去 请他写封信托个门子 好上济南去营救运涛 颜知孝住在怀茂胡同 路东一个瓦楼大门里 江涛走上高台阶 拉了一下门铃 随着钉钉的铃声 有人踏着轻巧的皮鞋声走出来 问 是谁 江涛说 我 江涛 听得说 门支的一声开了 颜平立在门口 他说 哦 希克 请进来 说着 看着江涛 不经意的笑了 江涛问 颜先生在家吗 颜平见他神情急迫 睁起大眼睛瞅着他 说 星期吗 不在家 这是一座小巧的院落三合紫青砖小房当院摆着两盆家竹桃 正开着花 红的 粉红 白的 雪白 一骑十样紧 期盼围着芦苇扎成的小篱笆 鸟螺爬到篱笆上 开着杂色的小花 葫芦曼爬到花架上 爬上墙头 颜平蹬着门板爬到墙上 把麻绳钉在屋檐上 江涛说 留心 掉下来 你想干什么 颜平说 我妈 请你看看我的小花园吧 你没看见这房顶上 每年有一蓬蓬的瓜秧 结着红红的香炉瓜吗 我要叫香炉瓜爬着绳儿登上屋檐 江涛说 我看出你在园艺上的才能 你为什么要学师范呢 颜平说 我学师范 不像你学师范一样 当时 他是女子第二师范的一年级学生 北房三间小屋 挺干净 里屋是颜知校的卧室 外屋是他的书房 有几架书 几件木器家具 桌上有一小叠黄瓜菜 颜知校手里端着碗芝麻酱拌面 再吃着 见江涛走进来 他问 才说叫平儿去叫你和灯笼来吃螃蟹 你来了正好 颜平在屋顶上说了话 白羊店的朋友送了螃蟹来 在水问根底下蒲包里养着 单等他这好学生们来了才吃呢 说着 痴痴地笑起来 他们说的灯笼 就是锁井镇上大槐树冯老西的第二个儿子 现在玉德中学读书 是颜知校他母亲的侄子 自从来到宝定 长河江涛 颜平在一绝完 日子长了 就成了青年朋友 江涛走出来 对着颜平说 可惜 吃不上了 我要回家 颜知校从窗口里探出身子 他吃完了饭 把树口水吐在花旗上 说 怎么 要回家 江涛说 我父亲求人送了信来 运涛在济南 被押进监狱里 颜知校吃了一惊 呆了半赏 才问 为什么是 江涛说 他说 早去几天 可以见到面 晚去 就见不到面了 颜知校沉思了一惠 才说 这样厉害的事情 说着 把两只手扣在胸前 鼓起嘴唇 撅起黑黑的短胡子 脚尖磕着地 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老长时间不说什么 看样子 他有四十五六岁年纪 高身材 长四方脸 挺田径 颜平从墙头上跳下来 说 什么他天大事 说着走进屋里 江涛并没注意到他 只是对颜知校说 我父亲还说 无论如何请你给济南的朋友写个信 知道你朋友多 请你设法求点情 求点情嘛 颜知校吧 扎着嘴唇 像在深远的回忆 咱不在政治舞台上 是朋友的 也该输阁了 济南嘛 倒是有个人 他沉默了老半天 摊开指 拿笔战末 但不就邪 眼睛看着窗外 像有很多考虑 嘴里缓缓地说着 动乱的时代呀 运涛是个有政治思想的人嘛 怀有伟大理想的人 才会为政治牺牲呢 我年幼的时候 也是这样 一说到为了民众 为了国家 心里的血就会涨起潮 身上热轰起来 五四运动 我也参加过 亲眼看见过打张宗祥 烧照家楼 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 可是潮流一过去 人们就都做了官僚 我呢 找不到别的职业 才当起国文教员 像我那位老朋友 他在山东省政府 当起秘书长来 当然哪 他是学政治的 我学国文嘛 我教起书来 讲啊 讲啊 成天价讲 他说着话 铺好了纸 写起信来 颜知孝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在北大国文系毕了业 一直在保定教书 除了在第二师范教国文 还在玉德中学讲国故 对朱子百家很有研究 他从家里拿些钱来 买下这座小房 打算在这里守着他的独生女儿养老 他好清静 不喜欢像父亲一样 忙于应酬 奔波乡里之间的俗事 当然这些事情也短不了找到他头上 能推出去的 就尽量推出去 他经过中国近百年史上战乱最多的年代 亲眼看到战争给与民众的疾苦 他对军阀政客极恶如仇 每当给一个新的班次讲课 总是先讲兵车行 讲调谷战场文 每当一般学生毕业 都要讲莫子的哲学思想 他写好信 仔细粘好信口 用大拇指甲把江湖光了一光 用两个指头捏起信脚 放在桌面上 说 去吧 到了济南 你就去拜见他 这人和我是金兰之交 能维持的 一定维持 不能维持的 也可以求他给个方便之处 他说完这句话 又沉思着 用手掌把信摁在桌面上 说 可是现在换了当权 他们比封建官僚严格些 尤其在政治问题上 就越发的利己主义了 江涛立在严之孝面前 眨巴着长眼睫毛听着 严之孝又说 自从国民党北伐成功 安起国民党部来 门上画了青天白日的党徽 墙上写了蓝色的标语 还是一本正经的喊着 打倒帝国主义 铲除贪官污吏 可是不久 严西山和张作霖也挂起青天白日旗 贪官污吏和党国要人们书信往来 互相都称同志 人们今天判北伐军 明天判北伐军 北伐军来了 只是多添了些新军阀和新政客 对于平均地权了 截至资本了 反倒连点消息都听不到了 庚哲有其甜的口号 连提也不敢提 可 既不是那样的颜色 也不是那样的货物了 于是 在广大民众里 流露的一些革命热情 也就冷淡下来 人们都说 这是换汤不换药 也不过如此而已 江涛拿了信走出来 出门走不多远 背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他 江涛 你早点回来 给我从济南带点什么稀罕东西来 嗯 江涛回头一看 有两只俏丽的眼睛 从墙角上露出来 江涛又立住 停了一刻 说 嗯 好 他点着头说 我给你的书 你可要看完 坑 嗯 你就去吧 那两颗黑亮的眼睛 又从墙角上缩回去 于是 颜平 一个穿着瘦瘦的黑纱旗袍的细高身影 又映在他的眼前 他直爽 活泼 热情 爱把头发剪得短短 蓬松着 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方口平底皮鞋 细看起来 好像眼瞳有点耳鞋 爱把两颗黑眼瞳偷偷地靠在鼻梁上看人 靠得越紧 越显得妩媚 不注意的人 看不出来 注意的人 并不认为是什么缺陷 反觉得他更加美丽 江涛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书籍给他读 他也偷偷地对江涛说过 我向你学习